跟委員報告,那個應該是延續日記時代 對三包跟平地區分出來的 這樣的區分到底意義大不大 是這樣吧 對不對,這樣的區分,從你們原民會的角度來講 現在這個區分其實有點值得討論 現在交通非常發達,大家往來非常頻繁 所以去規定三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不一定那麼合理 謝謝,請副主委回座 來,主委,我要請教你 是 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是不是各選三席 對,各選三席 現在是各選三席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原住民朋友大概有五十幾萬 然後最後就是六席 對不對 那請問你他們的選區多大 他們選區涵蓋全國 非常大對不對 他們都要做中國的 原住民選完以後其實可以選總統 其實可以選總統 那我現在要請教就是 我們現在有關原住民總共 十六族 現在承認的是十六族 那十六族過去擔任過立委的 他的分配比例到底是怎麼樣 我精確數字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的印象好像是 大致上跟他的人數差不多吧 應該是大族會比較 大族比較多 我們往下看 其實齁,我把第一屆到第八屆做了一個統計 第一屆到第八屆做了一個統計 阿美族是人數最多 阿美族是人數最多 那阿美族當選立委的其實也最多 合理 泰亞族其實 在我們原住民朋友裡面 並不算非常大的族 但是他的人數也多 當然同一個人當選好幾次 他這比例就會增高 還有排完族 那是不是會有一個情形就是說 現在發現說 第一個是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他的區分不容易 那到底為什麼這樣區分 那第二個問題是 是不是每一族都有足夠的代表性 現在跑出來的問題嗎 對不對 那以主委您的見解齁 這個三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整個原住民朋友裡面 他的選區劃分 應不應該重新思考 我們也常常接到這樣的一個議題啦 那我個人是這樣思考 他跟其他的區域立委應該同樣的考量 就是做單一選區的劃分 應該做單一選區的劃分嘛 就是說其實在東部 我們的了解 我當然不夠熟啦 也許Golas委員比較熟 就是說東部以阿美族為主 那在屏東大概是盧凱排灣最多 那其他的各個分部不一樣 那問題就是說 他如果不化選區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的現象會一直造成 永遠是人數越多的 他就佔越大的比例 那部分的原住民就沒有被代表到 是不是這樣 會有這樣的情形 會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有一個意見也請委員考慮 就是說因為那個我剛剛講過說 區域立委其實是用行政區在考量 但是原住民立委其實是根據身份在考量 那所以他的選區的劃分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不一致性 對對對 他的選區劃分真的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來 因為有委員提案 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來 希望你們中選會對這個問題深入的思考 你們還要必須跟原民會配合 那到底是什麼一個區分 那因為原住民朋友他們的選區劃分 會相當程度的限制他們的權力 所以這個選區劃分有沒有重新思考制定的必要 這個麻煩主委你們中選會拿回去研究一下 那這個部分就牽扯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廖國動委員今天的提案 他今天的提案就是原住民朋友因為分山區 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然後交通往來不變 然後事實上會造成說 我投票的時候沒有辦法到現場投票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才有這個不在籍投票這個討論 是不是這樣 對 好 那我現在要請教主委的 其實不在籍投票 我們也參加過很多次你們 你們